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试访人 第十二 饭及民食不访客 这条说 吃饭的时候 以及睡眠的时候 不去拜访客人 大家听明白 吃饭在什么时候 大家不知道吗 吃饭的时间 你去访人 你去拜访人 人家的饭还吃不吃 你来 人家一站起来招呼 招呼就无法吃饭 人家吃饭或许还要休息 还有什么事 所以吃饭的功夫 不去拜访客人 那这一条会非常重要 这个不要再吃饭这个时间 我们现在都是一般中饭这个十二点 晚餐大概是六点 早餐大概七点 那这个时间 你就不要去拜访人了 会给人家造成很大的不方便 人家一天辛苦 回去要休息 还得整理整理 吃饭及睡眠这两个时候 不拜访客人 再者 早晨八点钟以前也不拜访客人 这个古时候没有说 因为现在的公务员八点钟得上班 八点钟以前人家要吃早点 那这个八点上班现在还有 那现在有很多是九点上班的 就是在这个八九点之前 这个时段就不要去拜访人了 人家吃饭准备要上班的时间 你说我再早一点去 那我就六点就去 五点就去 行不行 好了 你太早去了 人家还没有起床 你就去叫门了 这个对人也是很失礼 再说 我们有些人早晨起床 要做早课 这是学佛的人 他自己有定一个早晚的功课 这个时间比较早 可能他要做早课 那你说你早一点去 是不是会影响他做早课呢 你一来他不招待不行 被招待他早课没办法做了 吴跟你说 有人在吴做早课以前来找吴 怕吴出去 吴连早课都不能做 也晃着吴吃早饭 但吴不好意思说 吴若说人家就有话 他没念过书还罢了 他念过书 说这句话 我就没办法了 哎 周公一换三兔府 你没念过书吗 你敢慢待我吗 那吴有什么话说呢 人家念过书 会说 你比周公的价值还大 吴敢说什么呢 吴就得说好好好 这个你懂得 你就注意吧 那这个是雪如老人啊 讲过 他就曾经啊 做早课的时间啊 就有人来找他 怕他出去了 找不到 一大早就去找雪如老人 那找他这个雪如老人 早课也做不成 也妨碍他吃早餐 但是老人啊 总不好意思说啦 如果雪如老人讲啊 你怎么这么早来啊 妨碍我做早课啊 妨碍我吃早餐啊 这个人如果他没有练过书 那还好 如果他练过一些书 他就会拿这句话啦 拿周公那句话来讲啦 周公啊 吃一餐饭啊 三吐 吃一半啊 人家来找 就吐出来 吃一餐饭啊 人家来找三次 那如果拿这个 周公这个例子来讲 那雪如老人说 那我还有什么话说呢 他念过书 会说那 你比周公教职还大 所以 雪如老人说 我还敢说什么呢 只好说好好好 所以这个 我们自己一定要懂得 这个常理 不要去妨碍人 那理啊 就是不给人家造成麻烦 造成妨碍 这个 一定要 要 要注意 所以在这个 人家呢 吃饭的时间 以及睡眠的时候 最好不要去 拜访 这个过去 我们在 台北 景美华藏 佛教图书馆 这个 我也 碰到过 特别是 吃中饭的时候 那有人突然 他事前 也没有 一夜 没讲 就这个时间 他就 来找我们 老儿上 刚好 我们要去吃饭 那老儿上 跟着他 那只好说 请请请 大家一起来吃饭吧 那这样好了 那我们 那个时候 我 跟那个 物本师兄 也都 要轮流 煮饭 那有时候 来了几个 又不是来 一个两个 来了四五个 煮的饭不够 菜也不够 所以就得 临时 赶快跑去市场 买饭 买菜 那 的确 会给人家 造成很大的麻烦 那 这个 这样 的人 我们就知道 他 肯定没有 学过常理 纪要 如果学过 常理 纪要 他就不会 这个时间 去拜访人 除非 就是你 跟 主人那方面 有 议约了 那么他 也请你去吃饭 那他有 事件 议备 那这个就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 议约 就在这个时候 去拜访 的确会造成 人家很大的 困扰 这个 一定要 避免 好 这条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就是 睡眠的时间 吃饭的时间 不要去 拜访人 祝大家 胡慧增长 华喜充满 阿弥陀佛